歡迎收看健康友邦 我是阿娥 你有過暈眩的感覺嗎 是耳鳴還是眩暈 還是你傻傻分不清 你知道在台灣 有百分之十五的人 有過耳鳴的困擾 然後有百分之三的人 會覺得有眩暈的感覺 那這些都是讓你覺得 糟糕了 是不是地震 還問問旁邊的人說 怎麼回事 有地震嗎 沒有啦 你自己在搖 所以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高血壓的問題 如果你是進入了更年期 特別如果你是女性朋友 這一集你一定要認真的聽 好 為大家來介紹 今天在現場的幾位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耳鼻喉科的 賴英達賴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熟悉的好朋友 知名的中醫師莊亞蕙 莊醫師 大家好 再來資深媒體人 非常重要的醫藥記者 我自己個人問得 蘇青 救夢姐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用 你一定要認識這樣的朋友 歡迎洪蘇青 大家好 說到眩暈 我想到泛骨 其實過去很多人在講說 你看這是世界知名的一張圖畫 他自己的字畫像 據說他就是 深受耳鳴暈眩之苦 他就是真的會問說 有沒有在暈 暈到他自己覺得非常非常難過 甚至覺得說耳朵割掉就好了 但是我們熟悉的很多朋友當中 有一些人是有過這樣子困擾的 譬如說我們的前總統李登輝 他一開始是開始覺得說 整個人怎麼就是暈暈的 然後不舒服 那開玩笑 年紀大了 暈暈不舒服 那他第一個想到 孩子不知道什麼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注意說 甚至後來住到榮總 一整天觀察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可能做一些檢查 後來發現 他好像他眩暈的問題不在耳朵 他們才發現他很特別 他其實是一種類似我們講的那種中風 為什麼 他是追動脈狹窄 就是我們腦部攻血的其中一條血管 他有點窄 窄的時候等於說血十有十五 十有十五 通的不是很好 所以這種感覺在他腦海裡的呈現 就變成他就覺得他整個暈暈的 很不舒服 整個人就暈暈 結果後來很簡單 他的問題就很好解決 因為知道的問題就找到解答 所以他是在追動脈放一個支架 就把他撐開了 他水管維持暢通 暈就好了 是啊 所以像這種就是最幸福的暈 就是你找得到 真的找得到答案 然後治得了 然後就沒事了 那江蕙呢 江蕙也是眩暈 那時候傳出瘋邁 他有找到問題嗎 就是 你這種有一種是找到問題的 好比如說他有些人說 你就是內耳不平衡 像他還是持續一直受到 那個眩暈的問題的困擾 可是問題是有些人就說 那怎麼辦 這有徹底的治療方法嗎 他也說有些人在沒有 因為他說壓力過大的時候就會犯 對 只要壓力一大就來 所以你怎麼辦 一個人如何治療壓力這件事情 所以真的非常困擾 大家很難了解說 眩暈到底會有多困擾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嚴重的眩暈症 他說 他第一次發作的時候 他說事像 起床之後你就好像你已經做了九彎十八轉你知道嗎 你差不多就覺得你 就好像感覺你已經從九彎十八拐以前的北溢公路 這樣繞到很久 去宜蘭又回來 然後你就是很想吐到暈的要死 然後覺得整個人暈逃逃 然後站起來真的很想吐幾乎站不起來 這個耳鳴跟眩暈確實是帶來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賴醫師特別針對你書裡面所講的很多問題來解惑 因為很多人碰到這樣的狀況不知該怎麼樣的處理 好的 你認識你的耳朵嗎 我只有掏耳屎的時候可以看他一下 有人休閒 也不用掏耳屎 所以我們先請醫師來幫我們認識一下我們的耳朵 耳朵可以蓋瓜的分為三個部分 從外耳 中耳 內耳 那外耳我們在耳道的最裡面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耳膜的部分 那在耳膜之後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一些精密的構造 比如說中耳裡面 我們有這些的聽小骨 我們聽小骨有三塊 而且這是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微細的構造 那它會讓我們外界的聲波進來之後 經由這樣的一個骨頭的傳導 而傳到內耳 那內耳我們又可以分為管聽力的一個聽神經 跟一些管平衡的 比如說耳瓜或是三半龜管等等等等 所以這整個耳朵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是 所以你認識了耳朵以後 你可能很久很久 你都沒有去看過你的耳朵到底長什麼樣子 沒有事情不會去看嘛 所以對耳朵來講 當你認識的時候你就會很疑惑說 為什麼有的人是耳鳴 有的人是眩暈 在耳朵出問題的時候 莊醫師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在中醫裡面講 我們的腎它開竅於耳 但這時候大家不要把它當成是你的腎臟出問題了 腎這個系統它還包括耳朵的一個所有的功能 所以今天如果說有些年紀大的人他可能是退化了 我們要幫他補腎氣 看他耳鈴可不可以降低 可是另外還有個經絡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膽經跟我們的三交經 它也會到我們的耳朵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是那種細菌病毒的 我們中醫叫做風寒風熱入侵的 或是你的火氣很大 堵塞在這邊的我們就要幫你降乾火 降膽火或者是降這個三交的火 眩暈耳鳴都是從耳朵開始的 那我們剛剛講焦慮 情緒 高血壓 女生 更年期都有可能 差異在哪裡呢 這是之前我使用台灣的健保資料庫去做的 全國全台灣的人口的分析 那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台灣地區眩暈的盛行率大概是3% 也就是說在台灣地區2300萬的人裡面 大概會有70萬人會有眩暈的問題 這看起來是非常多的 而且這個眩暈通常復發率也蠻高的 大概會將近四成 37%了 是 那另外就是女性也比較多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眩暈的耗發的族群 就是以女性 而且大概是中老年人為主 就是說我們的年紀如果說越大的話 越有可能會產生眩暈 那當然會有一些狀況 那等一下會再跟各位做說明這樣子 那耳鳴呢 耳鳴的狀況又不太一樣 耳鳴的狀況也不太一樣 那根據一份在美國的一個統計 大概在全人口當中 大概會有15%的人會有耳鳴的症狀 也就是說100個人當中會有15個人 可能會有 所以也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眩暈跟耳鳴 都會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但是這裡面都會發現說 奇怪 我的耳朵裡面呼呼呼呼的叫 很崩潰 真的是叫不停 耳朵裡有小蜜蜂嗡嗡叫 為什麼呢 賴醫師 好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其實眩暈跟耳鳴 大家不要把它想著非常的恐怖了 那其實很多的眩暈跟耳鳴 背後的一個潛藏的原因 最大的就是壓力 壓力 很重要 壓力這包含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般人 大家生活步調都很快 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所以造成就生活作息 整個都非常的溫亂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這些的種種的原因 就會造成我們身體裡面的 一些神經的系統 自律神經產生失調 那失調之後可能就會產生 耳鳴跟眩暈這樣的情形 壓力 感冒 甚至於是你的年紀 都有可能會造出這些不舒服 怎麼樣把這些怪怪的聲音趕走呢 如果裡面住了10個人 至少要把它通通給他清乾淨 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講到了耳朵 先講到耳鳴 待會我們會講到暈眩 我自己有個人的問題想問說 請問一下可以掏耳朵嗎 有人那個專門的師傅掏了 好舒服 請問耳鳴喉科醫師 可以掏耳朵嗎 正在專業醫師的立場 對我們來講 其實不太建議是自己去掏耳朵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在掏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在用棉花棒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耳朵裡面的構造的 所以你在掏的時候 你等於就是一個盲目的去這樣掏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你在一個整個完全都不知道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去弄 這樣有點危險 就把耳屎可能也推進去了 是 那我們洗完澡用 很多人習慣用棉花棒這樣子 稍微轉一下 是可以的嗎 可以的 我建議是大概就是在我們外面 外耳道的外圍 就稍微這樣弄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伸到裡面去 對 你如果真的覺得你耳屎很多 事實上你如果去掛耳鼻喉科 他那個也很舒爽你知道嗎 他那個很細喔 一夾出來 被自己嚇到 哎呀 耳屎啊 你好大愉快喔 聽不懂喔 那我們剛剛講到耳鳴 如果說我不去處理他 他在那邊呼呼呼呼叫 久而久之 我會造成聽力上的損害嗎 我們耳鳴的原因是非常的多啦 那也就是說 剛剛也給各位看的那個耳朵的圖片 那也就是說 從外耳 中耳 內耳 當然每一個部分 如果說有一些病變的話 那就可能產生 那一般耳鳴還是跟內耳的一些構造 也就我們所謂白化的一個 內耳的神經 會比較有關係 那所以剛剛講到就是說 當然壓力是一個重點 那如何去調整壓力 如何保持身心的健康 如何調整你的睡眠 甚至飲食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 那另外就是說呢 除了這些之外 那當然重要的就是 你要尋求專業醫師的諮詢 而不是說去聽一些偏方 或者說自己去 使用一些什麼 來路不明的藥品 這個我在門診 遇到非常非常多病人 那有的人就會覺得就是說 我吃這些東西 那因為我的某某鄰居就是說 吃了這個有效 那所以就帶來一大包 就跟我講說 這個有沒有效 各式各樣我都看過 那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在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之前 還是自己先不要亂服用 任何的什麼藥物 因為我剛剛講過 耳鳴的原因很多 那所以最好還是先找 耳鼻喉科的醫師 來幫你過濾 來幫你去找出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我們對症下藥 問一下中醫師如果說 我們有這耳鳴的狀況 從穴道上面 中醫師會給什麼建議 好我們就很簡單的 當你坐著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跟我一樣這樣做 它不只是你有耳鳴喔 如果你要保健耳朵都可以 那我們先從手上的穴道開始 來醫師 因為這是一個經絡的問題 我們這個三交經 它會一直走走走到我們的耳朵 後面 所以你看我們賴醫師的手這邊 你把你的這個手掌 握拳 握拳 然後這個是第四跟五的長指關節 它的中間這一點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那個 對關節的壓一下 所以如果針灸紮針 一直紮這個位置是嗎 對 它會從這邊 透到這邊的藝門穴 一針這樣透過來 那我們自己按摩的時候 就從它的前面 這樣子整個這樣按下來 經絡可以這樣按摩 對 滿痠的喔 你用這一點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按摩棒 你就很簡單用我們的 食指的關節一樣可以按 酸耶 對 那你可以兩邊都按 那基本上我們中醫理論是說 左邊至右邊的耳朵 右邊至左邊 但是我建議大家兩邊都按 就很簡單 兩邊都健康 對 那這個是一個遠端的曲穴 希望把這一邊的聲音 可以往下拉 是 對 那局部就很簡單 就在我們耳朵前面 有很多穴道 不用記名字 是 就從我們的耳朵 這一點開始 你就可以這樣按 就像我幫賴子這樣 壓 壓 壓 那這個尤其是 當我們在坐飛機 一直壓到耳朵底部 當我們在坐飛機的時候 是不是你會覺得很悶 對 我自己都會邊壓 這樣邊喊 對 嘴巴張開會好一點 對 再這樣壓 那就不會很塞 然後就會通了 所以這個就讓大家 你在平常 你在想事情的時候 你沒事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坐一坐 對 我們的耳朵是一個保健 不要等到你有耳鳴了 再來 所以莊醫師剛剛講的 耳朵外圍的地方 裡面壓你嘴巴打開 對 會耶 我覺得打開會 對 有時候就開了 就會舒服很多 對 耳鳴很不舒服的 所以除了說你穴道的按摩之外 那剛剛講到的作息要正常 飲食要正常 茶跟咖啡少喝一點 我知道很難 譬如說你要喝十杯咖啡 你至少給它 醬一半 變五杯 五杯變兩杯 兩杯變一杯這樣子 那你就有進步了 對 那我們喝點好一點的茶好不好 對 剛剛講說 要提神 對 提神 其實我們那個刺五加 它就還滿提神的 而且刺五加又入我們的五臟 是 所以對我們的腎 肝 皮胃都有幫忙 那那個黑色的桑腎 它可以滋潤 讓你晚上不會亢奮 都可以睡得好 是 那芙苓可以健脾胃 讓你可以吸收這些藥材 那麼後面這個食倉普 這個禪退呢 是 大家認不認識它 金禪脫殼 禪 對 那金禪它是不是會叫 那周一就用這個會叫的東西 來治療你的耳鳴 這很奇特 會叫著禪 把它脫殼之後 來治療我們的耳鳴 還有效 有種打小人的感覺 對 你還叫吃掉你 吃掉你 小朋友小時候很愛哭對不對 小兒夜題我們也用它 是 對 就是這個會叫的東西 它根本也降火氣 那食倉普 對 那剛剛有講說循環藥好 所以我們家的單身促進循環 那麼菊花就可以幫你紓壓 那整個食倉普 就把這些所有的藥 引到我們的耳朵 所以如果你減少咖啡的量 就來喝這個 OK 它就幫你提神 紓壓促進循環的效果 好 我們可以來喝喝看 那一請專醫師告訴我們做法 怎麼做 就1000CC的水 泡個半小時是嗎 然後那個菊花最後再放上去 做好了再沖一下就好了 沒有什麼 你知道我有心理障礙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看到那個蠶的殼 在那邊就覺得怪怪的 那沒關係 你會覺得怎樣 你會覺得它會癢嗎 蠶長得很像蟑螂 我跟你講 人的視覺會影響心理 你知道嗎 它滿貴的喔 你還沒想看它 那這樣吃囉 你看它好像淑青 一聽到滿貴的就 好好喝 很好的喝 這個是在補腎蔥耳茶 對 就是你沒有耳鳴的時候 都可以來 讓我們的耳蔥 木鳴 好 我們今天講到了耳鳴還有眩暈 那我們要跟大家來出一個題目給大家 就是怎麼樣改善你的耳鳴跟眩暈 那你只要寫對兩個 就有機會可以把這本書帶回家 那只有耳鳴跟眩暈嗎 我告訴你 接下來還要給大家做一點動作 我們要請賴醫師來示範一下 這個動作做了以後可以舒緩一下 你的這些不舒服 對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我們的耳鳴跟眩暈 跟我們的壓力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壓力的來源就是說 剛剛講的 如果你睡眠不足 或是說你的飲食不正常 造成就是說你的整個的免疫系統 或是說你的一個自律神經的系統 整個失調 那所以失調之後 就會造成這樣一些疾病 所以複視呼吸很簡單 如果你是站著的話 其實就是說處於一個非常放鬆的姿勢 那放鬆姿勢 我們就這樣站好之後 我們雙手自然的這樣下垂 下垂之後 然後我們就這樣貼緊 貼緊之後 然後我們深吸一口氣 然後慢慢的 將我們的手掌往上 慢慢的舉高 吸氣 可以墊腳沒關係 吸到最飽之後 然後稍微閉氣一下 兩到三秒鐘 然後慢慢的手再放下來 吐氣 慢慢的 所以你在吸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一種深呼吸 就將你的氣息吸到你的腹部 這所謂我們丹田的呼吸這樣子 用複視的呼吸 這樣子就會讓你的這種循環 會比較改善一點 那另外一個動作也是非常的簡單 大家在辦公室或在車上都可以做 那我們的頭 就是說因為剛剛講過了 耳鳴跟眩暈跟我們的耳朵的一個循環 是有關係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耳朵的循環呢 基本上跟我們這個腦部 或是說這個頭部 這頸部的這些循環都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可以說 就是用一個轉頭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 往左轉 回來 往右轉 然後轉回來 然後往上 回來 然後再來往下 回來 然後再來 我們可以用我們左手 我們往左邊轉的時候呢 就是頂住的這種感覺 對這種感覺 再持續兩三秒 然後放開 然後換右手 也是 轉一下 兩三秒 放開 所以這算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就讓大家可以身心放鬆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在搭車 或者說你在家裡 在辦公室 都可以做這樣一個檢疫的運動 那剛才我已經有喝了這個茶了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東西長這樣 很可愛嗎 專醫師請問一下 我以為這是誰做的手工藝品 不是 這是一個中藥材 請問這是什麼中藥材 它就是竹子把它削掉 它那個青色的皮 竹子 對 所以這個是竹子 對 它其實是把它竹的皮 我可以拆開來看嗎 可以啊 它叫做竹爐 這是聖竹爐 杯杯 這就是竹爐 所以它是那個 就是竹子 對 一片一片 然後它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可以捲得非常的像 可愛的工藝品 這個功用是什麼 它就是可以幫你清熱 然後止暈止吐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眩暈 你可能會暈到會吐 它功用就是在治療這些症狀 對 那當然還是要根據它的病因 我們就搭配了一套 是 養生茶讓大家來飲用 OK 那我們請莊醫師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養生茶 這個養生茶呢 中藝來講呢 它就有我們的這個 剛剛講說我們的眩暈有很多原因 對 那第一個中藝來講就是說 濕氣在我們的內耳那邊 它可能會造成淋巴循環不好 那中藝就會去濕氣的藥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茯苓跟白竹 然後加一個黃旗補氣 它就有去濕氣的效果 那有個病人呢 他發眩暈耳鳴 剛好是那個帶狀泡疹 清洗到這一邊 他整個也是趴在那邊都不能動 那進來看病毒 他是這樣走進來的 那我們中藝就用一些去濕氣的方法 然後再加一些竹乳 它有清熱的效果 可以抗病毒 一根的藏紅花 是 泡起來就會這麼顏色 很漂亮 對 它是屬於這個良性的 活血的藥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人的營養 都非常的好 高血壓 糖尿病 循環不好 那如果吃得太溫暖 它可能會更 這個火氣更大 那藏紅花呢 剛好可以清熱 又可以通血路 那這個比較好的 高級的那個活血的藥 那孕婦 月經過多的人 你就不要喝喔 生理期來的時候 就不要碰 那剛剛我們是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壓力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天麻 天麻 對 天麻中醫來講 它就是有酥乾 降壓 而且可以活化大腦的效果 是 那最後面我們就加了這個殺身 讓你就不會上火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 其實如果你沒有暈 沒有吐的人 你可能逐如可以不用加 但是其他的你這樣搭配起來喝 你的大腦會強化 對 然後就比較會有抵抗力 我們知道那個病毒很多嘛 對不對 那黃旗也可以讓你有增強你的抵抗力 那也有一些穴道 其實是可以中醫的角度來幫助大家 對 中醫來講那個暈啊 跟你那個有風邪在頭也有關係 風邪 對 中醫來講的風 就是說你所有會亂動的病 就叫做有風 譬如炎面會亂抽動 或是有些妥瑞士症的人 或是你會暈 所有會動的東西都是有風 所以我們中醫的這個風池穴呢 就在我們的這個大腦的整骨旁邊 腦袋後面 下面的兩個 就所有你有兩個 你這兩個穴道 你所有有關會風的 動風的病都可以去按摩它 是 不管你是頭暈頭痛感冒 這一代的問題都可以按摩這個風池穴 是 也可以活化大腦 當你很想睡覺的時候 都可以去按摩它 是 就是穴道的按摩 你可以風池穴善加利用 如果你是耳鳴的話 最好不要走到那一步 是耳鳴啦到暈眩啦 但是在這個之前其實你可以 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忙自己的 所以我們剛剛從西醫的角度裡面 不管是喝茶 或者是生活飲食上的改變 那耳鼻喉科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我要補充一些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避免成為這些患者 很多病人都會問我就是說 到底我們要吃什麼東西 才可以擺脫這些困擾這樣子 但是我個人的建議就是說 最重要的 你不要去吃一些那種什麼 比如說人家跟你講說 維他命B群對我們的神經循環很好 所以我就天天的大量的吃 這樣反而會反其道而行 而且我個人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吃東西其實 從我們的日常生活 或是我們的食物裡面 去攝取必須的一些營養素 我覺得這個才是 比較正確的一個觀念 那就是說你任何的營養素 就是都是要均衡的 不要偏廢某一個特別的東西這樣子 那所以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的眩暈跟耳鳴跟我們的壓力有關係 那壓力呢 那當然來自於就是說 我們的身體的一些 免疫系統 或是說我們的自律神經 失調 那這些免疫系統 其實我們可以吃一些東西 就是讓我們這些 就是系統可以維持一個 比較平衡的狀態 比如說像是 附有維他命B群的 或是附有一些蛋白質的 所以就像這些食物 我們這邊擺的就是像堅果 香菇 番茄 香蕉 這裡面其實都有滿多的一些 那個維生素這樣子 B群這樣子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說 一定要去買那種B群 你就從你的飲食當中去攝取 均衡的攝取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很忙 也有單獨吃B群是可以的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食物最好 而且有些人吃B群 會不小心吃錯 我有提醒大家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買最有名的牌子 它就是最好 可是因為B群 它每一種配方會有不同的組成 有些是專門針對酸痛的 有些是專門什麼 所以你有時候是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從食物中補充 你要買的時候可能就要買 因為它是各種都有的 對 你不要狹狹說 比較貴就比較好 不一定因為自酸痛 你拿來吃眩暈幹嘛 不會啦 我覺得我們觀眾都很聰明 所以聰明的朋友趕快喔 你要回答正確的答案 就是今天賴醫師所講的 不管耳鳴跟陰穴 那你可以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善你這個症狀呢 寫兩項就可以了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我們就有機會把書送給大家 也謝謝我們今天的貴賓 謝謝大家 謝謝 趕快去臉書按讚喔 壓力很大 大家最近沒有按讚我就